車談大小事 櫈蓋玻璃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夢想街五十七號 我是李冠儀 近期在國際之間 海內外有哪一些 值得大家關注的車談訊息呢 還有今年的下半年 有哪一些重量級的新車 即將要登場 我們首先先帶大家來看看喔 近期其實輔助駕駛 非常非常的普及了 可是輔助駕駛又釀成了意外 但是這次不是特斯拉喔 艾達 是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畫面上來說 這一台面目全非的車子 冠儀 你看得出來 它是一台什麼車嗎 說真的我看不出來 我們還是跟剛剛我們講 它是一部福特的庫桿 那我們知道福特呢 最早開始導入 Level 2的這個等級的 半自動輔助駕駛對不對 事實上呢 這台車叫做 開自動駕駛惹禍 然後你看到沒有 問號 到底有沒有 打了一個大問號 為什麼 因為以新聞上來說的話 或是以警方的調查報告來說 他說所謂的 疑似使用自動駕駛惹禍 那其實喔 大家心照不宣啦 為什麼這樣子的自動駕駛情況 常常在高速公路中撞到什麼 你看看 工程車 這個工程車的後面都撞得稀巴爛 因為其實這工程車有很多種稱呼 你看到沒有 我們現在可以在畫面上看到有沒有 這台車 斷直直的撞上來 然後刀轉了180度 逆向有沒有 其實這工程車叫做 緩撞車 它為什麼叫做緩撞車呢 它叫做緩衝撞擊的一種車輛 因為如果工程車後面沒有裝 緩撞的裝置的話 可能第一個 後方的撞擊車輛 被撞的工程車都會遭受到嚴重的重大事故 那其實剛剛我們看到在畫面上有沒有 那個緩撞車上面有一個什麼東西 有一個假人 對 這樣對不對 來 然後這個緩撞車其實也有人叫它什麼 蝎子車 因為它這個緩撞裝置 平常其實可以這樣掀起來 那它現在在施工的時候 它緩緩的在道路上面移動 或是停止的狀態上 它就要把它這個緩撞車的 緩撞裝置給放下來 放下來就像什麼 很像蝎子一樣 一個舉起來的時候像蝎子尾巴 放下來的時候你會發覺它大大一片 像牛舌餅 是喔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舉的這幾個例子來看 你想想看 一個自動駕駛車要能夠看到前方 的車輛去判斷它是行駛還是靜止 它是一個車輛 汽車 摩托車 行人 機車 還是大型動物 是的 它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圖像式 所以其實我們在國外參訪的時候 尤其是坐這個自動駕駛車試駕的時候 工程師都會打開整個工模 工程模式給你看說 你看一下有沒有 前面這個車子我們是怎麼辨識的 是一個方塊的框框 是一個方塊的框框 但他說其中的很大幾個要素 第一個移動相對的速度 或者是它的這個車輛的大小 它的這個尾燈的位置 然後車牌的位置 那事實上 觀眾朋友們裡面有在高速公路上 看到這種所謂的緩撞車 停在路中間 或者是停在這個 在緩慢的行徑中 當這牛舌筆放下來的時候 它很不容易辨識是一台車 對 形狀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 然後呢 又有這個施工標誌 又有這個燈 然後又插了兩個旗子 還有一個人 兵頭說一個人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 電腦錯亂了 電腦真的不知道它是一台車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沒有辦法完全 目前沒有辦法完全的實現 所謂的全自動的輔助駕駛 因為大數據的資料庫 對於這一類型的緩撞車 它還沒有辦法完全的收集 它如何去辨識 是的 它的停止狀態是怎麼狀 情況之下 所以目前如果有提供 這樣子功能的車輛 貿然的在道路上面行駛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甚至這種所謂的半自動輔助駕駛 福特庫嘎 你認為它應該犯這個錯嗎 庫嘎 我覺得是駕駛的錯 理論上不該 而且這個駕駛呢 如果你握著方向盤 我們從影片上的時候看到 它幾乎是完全沒有發現 這一邊有一部緩撞車停在這個地方 就直直撞下去了 對 關於我們試了這麼多車 這個車子可以放手嗎 不行啊 超過幾秒鐘它就要嗶嗶叫了 對啊 可能15秒 我有什麼10秒鐘都可以放 這個駕駛 理當有非常充裕的時間 來去做反饋 反應 但是現在坊間 甚至有汽車媒體網站 在販售所謂的這種破解 這很要不得 破解這個15秒嗶嗶叫的設備 我當時就已經講過 這是一個違法 犯法 造成別人生命財產 性命安全的這個 一個不好的商品 可是還有所謂的知識分子 跟這個 在去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覺得是 我覺得駕駛者本身也要約束 自己不能做這個事 我覺得是非常的莫名其妙的事 因為台灣的法令很怪的 規矩是你 要求你要這個不能離開方向盤 可是你可以買到這種破解的裝備 卻無法可管 台灣很多裝備是 可以賣啊 可以賣 可以做 可以賣 不可以用 那買的很倒楣 就這樣子 那你可能受了這些人的這種鼓吹 被他們洗腦 那你就使用這樣的裝備 又貪圖一時的這個享受 結果就造成意外事物發生 這是真的是得不償失的一個事情 好 謝謝愛大的分析 那當然我們要再次提醒駕駛者 所有的行為 你就是其實你是使用 辦這種輔助價值 發生意外的時候 這個後果 車廠都會說後果自負 因為現在還沒有到達 全自動輔助價值的時候 大家千萬不要拿自己的生命 去開玩笑 當然我們看到近期國道上面 發生的意外還真不少 尤其是在巔峰的時間 你要下家樓道的時候 永遠都是在大塞車 那我們看到有個現象 竟然有一台車 騎上了一台休旅車 是怎麼回事 這個看 你看見沒有 他是這樣子 竟然就把他騎上去 這怎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他 他是要閃他是不是 其實他這部車MINI 他本來是想要切出來 但是切出來發現別人不讓他 所以他又開始 可能猶豫了一下 那我這邊切不進去 那我看可不可以再走別的路線 可能就一時恍神 然後就騎上去 其實你說騎上去也不至於 不過 從側邊插過 對 因為我們知道 MINI的前旋很小很短 所以剛才你會看這台是休旅車 但是你這個從旁邊這樣移動的話 他的輪胎就把他騎到後葉子板上去 對啊 所以就 其實因為車速很慢 否則 他可能會翻車 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個地方 愛戴應該很熟悉 你常常上下班的地方 每天回家都要經過 對不對 所以 而且你要知道 每次要去交得到 其實都排隊還滿長 而且非常的長的大開車 所以其實我們想就是說 其實這個事情 有的人每天幾乎會碰到 愛戴應該每天都會碰到 其實我當初看到這影片的時候 有點嚇一跳 你知道嗎 因為我老婆就是開了這個 黑白相間的MINI 嚇一跳了 趕快打電話 我想說是不是我老婆滑手機 沒有...還好... 這台車是那個小咪 我們家是大咪 大咪不一樣 他有確定我不用賠錢 所以其實 在每次要下交流道之前 其實有的人是因為 路不是那麼熟 所以糟糕錯過了 然後又急著要搶出去 不過看這個影片 他連方向燈都沒有倒 所以他其實犯了很多的錯 沒錯 所以譬如說我們要想要 下交流道之前 先提醒大家一下 高速公路上面 其實是有很多電子看板的 你心裡要表示 可能我快要到交流道 但是如果你有看到 什麼什麼出口庸舍 那個其實他會滿早之前 是 電子看板就會出現 譬如說可能會在你要下交流道 之前好幾公里 他就會先告訴你 那個某某出口庸舍 你心裡就要做準備 那有的人會覺得說 路邊怎麼開始塞車了 我就想有一點僥倖心態 我就先開 我再繼續開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插過去 結果 因為慢速的時候其實很難 騰出位置來 他即使有心要讓你擦 你也不容易 因為我都已經塞慢了 對 然後加上後面的車 又比較快速的時候 你要插進去這個塞車的車道 很容易發生外線 對 你就會很難心 糟糕 不然我進去 那我怎麼辦 就很麻煩 所以出口兩公里的這個地方 一定會有這個 你在這兩公里的時候 最好你就要趕快 接到最外線 就是你準備要下交流道 這個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很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你已經到了300公尺 他會有三條線告訴你 然後100公尺就一條線 這個的時候 你如果還沒有排到那裡面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很麻煩 就是說如果最外側就是出口閘道 的那一排已經排滿的時候 你已經到300了 你還沒有切到最外線的時候 你可能會在第二線 可是第二線搞不好車流速度是快的 對啊 然後你就很可能在那邊 糟糕 要進去 要出去住不去 會遭遇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呼籲大家 你真的是要下出口閘道的時候 要提早 因為很多人就是抱有僥倖心態 哎呀現在塞那麼多 我就想到後面再拆 可是你就會犯 可能這是可以被罰的 譬如說橫跨雙排線 或超化線 或是違規插隊下閘道 是會被罰3000到6000塊 不要以為罰不了 對 這是而且如果被檢舉打人檢舉 還是得罰 所以呼籲大家下交流道要盡早 而且如果你真的是發現必須得排隊 或是得插錯 你就拜託一下方向燈打一下 你如果不打方向燈 仍然是可以被檢舉 仍然算是一種違規的行為 不打方向燈 然後又要插隊的話 那是罰得很兇 其實大家還是會讓 因為大家還是會就是說 你這樣子的話可能站到第二線 可能危險 所以比較會將心比心的用路人 其實是會讓 像我的話 我即使在外面 我想說有人要進來 我還是會讓一下讓他切進來 萬一他出事情 你心裡會過意不切 你就覺得我稍微讓他 雖然有時候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讓你 我排隊排很久 為什麼要讓你 可是我覺得如果以一個用路人來講 請你 你可能會將心比心說 他可能錯過了 所以我們還是會盡量讓他 但是你也不要像剛才那個情況這樣 太誇張了 你連方向燈也不打 然後你一下要切 一下要 在那邊猶豫 對 一猶豫 然後你可能一恍神 你就騎到別人的車上 對 真的就陪我 所以這個情況 盡量要避免 是的 好 謝謝羅哥分享 當然我們在高速公路上面 尤其在國道上面 真的有很多小小的行為 都要特別的注意啦 看完了這些意外事故的發生之後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車台的一些趣聞 我們都知道說中國大陸有一些 不少的車 常常會像某一些經典的車款 來做致敬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致敬的意味 還真的是非常濃厚 讓大家傻傻分不清楚 我覺得講致敬真的是太禮貌了 不然應該怎麼說來的 應該講拷貝吧 盜用吧 這太離譜 我覺得這超沒水準的 各位知道我是非常喜歡那個 Volkswagen的金龜車的 從早期小的時候買不起那個老龜 後來入手的那個 這個末末代的這個巴西龜 後來又有這個二代的金龜車 出了這個New Beetle 我也在第一時間就向總代理購買一台 那後來呢前一陣子我也收藏了 這個三代末批的這個 R-Line版本的最後的金龜車 所以我對金龜車是有種莫名的情感 然後我看到大陸這個長城汽車 叫做什麼 這台車叫做 歐拉朋克貓 歐拉朋克貓 這是什麼 我真的是 你就當他是熊貓啊 對 他四個門 他完全把這個金龜車的精神 你說他學得好嗎 還是學得不好 我真的傻眼 你看看R-Line的浪板 輪乎四板 然後又復古的這個後照鏡 前面垢屏的擋風玻璃 竟然走這個古味的鐵寶港 我們在畫面上看到 如果 大辣辣的發表 真的莫名其妙了 莫名其妙 沒關係 說真的 他做得好與不好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到底他能不能做 該不該做 我們來看看 其他中國的一些自主品牌 仿了多少車 來 Toyota的Line Cruiser 這個我們台灣有販售 是 非常棒 飄漢 性能飄漢的一台越野車 哇 這個橫天出了一個L4600 真的很像 怪贏 有行嗎 有啊 水剛護照大燈的形式 其實都很像 莫名其妙了 那名字取得完全根本就L460 基本上就是吃Line Cruiser豆腐 我已經抄你了 然後我還叫做L460 是不是 就有一個人為了愛慕你 然後把他自己整形成你的樣子 然後還取名 就類似你的名字 你覺得 耳不耳心 超噁心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這個Masini Space G-Class 這真的是 BJ80 這BJ這個名字也取得怪裡怪氣的 而且我覺得他有一點 像Jimny跟G-Class的混合體 生出來小孩就大概長這樣 是吧 那未來那個Jimny出了長走版之後 可能更像吧 是不是 因為這車實在是 而且他水箱貨車 很像Jimny的 可是他很多 簡直就是莫名其妙 那我們畫面上看到那個燈 就是G-Class的大根 輪弧葉子板 然後那個水箱護照改成這樣 好像四個牙齒 我也覺得是蠻奇怪的 好 接下來再來看一下 這是一些更離譜的事情 保時捷的Market 紅不紅 很紅 想不想要 賣得很好 熱不熱賣 好 之前我在中國 大家都看那個 他們網紅的影片 就開了一台所謂的重炭 換錶 把這個LOGO換成保時捷的錶 開進保時捷展示中心裡面 去刷維修 這太離譜了 真的 你看看如果這個車 仿得真的太誇張了 他把前面那個車頭錶拔掉 換成了盾牌 你會發覺他就是什麼 真的很像 原本其實他SR8 長得跟Market真的是一模一樣 他現在還比較賊一點點 除了SR9把這個頭 頭燈換掉 改得有點像凱燕 又是一個似不像的想法 那當然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這個Lamborghini的烏爾斯 天啊 一車難求 夠帥吧 對 買到賺到的車吧 沒問題買不到 你可以買北汽集團的 幻術C60 我不曉得他這個名字是怎麼取的 他到底是要吃誰的豆腐 幻術是吃自動車的豆腐嗎 C60是吃什麼Volvo的Volvo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的一看就知道 這個車就是像什麼 但有點模仿的不太像車頭 對 有那個韻味 但是你又覺得他車側看起來 有一點像凱燕 或是有一點像Bentega 車側那個葉子板這個輪弧線 你看到沒有這個葉子板的折線 輪弧線的一個L型 倒L一個Z型 像不像Bentega像 有趣吧 是不是 所以我們來談 這些車廠 到底能不能這樣做 嗯 來來來 我講一個更離譜的事情 這些是現在在賣的車子啊 你們就這樣給他抄 好啦 像這個 已經 歐拉朋克貓 你說他是抄三代龜 還是抄二代龜 還是抄老龜 總而言之 他就是抄逼頭 是 人家是一個傳承DNA 可是我們講 我們常常以前在電視上 介紹新的車廠說 未來什麼什麼地方 要發表一個什麼什麼車 因為為什麼 他的汽車專利圖曝光了 怪異 所以汽車外觀啊 是有專利的 那既然有專利 這些人還光明正大操 我真的覺得傻眼 但是說實在的 必須跟觀眾朋友們報告 一般汽車外觀的 專利的年限是幾年 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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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車廠沒有針對這個專利 再繼續往後申請保護的話 事實上別人是可以進行復刻的 別人是可以進行復刻的 天下之大事情 無奇不有 還真有 我們以前那個老迷你有沒有 老迷你現在過了很久了吧 他還有沒有設計專利 也沒有了 所以別人可以怎樣 跟他進行復刻 中國大陸就有電動車車廠 申請的這個電動車的專利 長得跟老迷你是一模一樣 而且還成功申請下來 所以這就是天下之大 無奇不有 沒有辦法 是啊 這就在中國大陸 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好 謝謝愛意大帶我們來看這個 不過大家稍微看一看 反正在台灣 我們也買不到這些車 我們還是買正貨 不錯對不對 但是現在新車真的都要的 我們來看看2022年 大家最期待的新車 你可能在等的是哪一台呢 我們幫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重量級2022年 新車還真不少 好我們揮別了上半年其實時間 還過得真的很快 好像才跨完了沒多久 一下子到22年的下半年 那我們都知道目前來說 上半年一些什麼塞港缺晶片 甚至是戰爭的因素 在下半年不會立刻緩解 但是好消息是什麼 至少我們在台灣市場上 會看到很多 你之前沒看過的新車 而且很好的是什麼 還有雙門跑車 會有Crossover CUV 甚至連標準的SUV 還有很多的電動車 都在等著要進來台灣 那我們就用品牌來幫大家分析 看看有哪些車 如果你今年下半年有預算 想要買車的話 這一集 我們這個單語一定要看一下 首先我們就講 台灣目前市佔率最高的品牌 Toyota 他們這一個下半年還蠻特別的 跟我們現在主流看到的車款 不大一樣 第一台是什麼 雙門小跑車 GR86 這台我們知道 它的雙升車款 之前就是SUVARU那台 BRZ 152.8萬 有手牌也有支牌 很快的配合就賣完 代表說雖然現在是休旅車的時代 但是這種小眾的FUN CAR 其實還有蠻多人在支持 因為可能現在市場上選擇少 你一推出新的車 我就秒殺 重點是它的數量也是少少的 也是少少的 而且它確定的是 在於我們媒體會在8月 就是我們在座的各位 我們都會在8月18號 去利寶 去利寶看到這台車 所以我們相信大家也是很期待 那它的動力數據 當然就跟之前的BRZ一樣 它會從200到204 性能表現都非常的優異 我相信這台車應該也很多人 都已經在摩旋 操長在等待了 還有人訂車了 一定有人 窒息訂了 對 它也訂了一台 我們第一個就來開箱它的車好了 OK 好 那我們再講Toyota的第二台車 是Chrome Cross Over 雖然說台灣市場蠻多的消費者 對Chrome這個車型 或許是比較陌生 但是對Toyota來說 Chrome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 它發展到現在我們看到的 它已經是第16代的車型 有人說它是日本車的門面 我就知道它在他們車台的重要地位 好 無論如何 第16代真的跟之前完全不一樣 以前的Chrome 11台後人驅動的豪華旗艦房車 但到第16代它會變成四種分身 一下子像我們螢幕上Crossover 它也會有中型SUV 也會有比較大型的SUV 甚至還有傳統的旗艦房車 它會有四個分身 而且全世界未來每個市場都會有 那你說這一台Crossover 它到底是什麼 它是CUV嗎 它是 跨界修理 沒有 它就是跨界房車 是第一個分身 跨界 跨界房車 所以你會發現 它比一般的房車來得高一點 它的離地高 在上個15世代 它是13.5公分高 這個世代來到了14.5公分高 整個變拉高了 那這台車會是先登到台灣的Chrome的分身 它會在第四季就會登場 這個車大家可以期待 車場4米9 其實是一個很氣派 尺碼會有一個蠻具存在感的一台車型 好 那我們Toyota講一講 你上吧 這兩台車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了 對不對 Kicks就講了很久了 小該款 總該來了吧 對 好 我們知道 它應該是第四季沒有意外 那動力應該在現在 目前的送車資料也都曝光了 它就會是1.6升的自然經濟 那好消息是什麼 ICC 就是我們俗稱的ACC 它應該都會配備 然後這個是幾個利多 好 那這個S-Trail 我前幾天才在路上碰到它 真的假的 車試車嗎 對 車試車 它在我們台北一個很有名 在深坑一個很有名的咖啡廳 遇到它貼的全車貼的那個 尾裝的貼 開進來 發現大家都在看著它 對它拍照 它就趕快開走了 這個是宣傳的方法 這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從它這個照片上看起來 應該就是很容易就是說 它是我們第四季會出來 然後當然玉龍他們自己也說了 它會用的是E-Power的動力 就是1.5的這個引擎會做發電機使用 所以會跟現在的X-Trail完全不一樣 如果你覺得SUV 國產中型SUV是你決定一定要買的一台車 這台車我覺得你可以等看看 欸 那它有E-Power 那Kix不會 小萊克不會 沒有 目前我們所獲得的送車資料來說 沒有這個東西 Kix沒有E-Power 了解 我覺得他們可能要做一個產品區塊 也有可能價格的因素 有可能 好 這個全新的下半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MG的品牌要到台灣 我相信對我們這種資深車迷來說 以前老海中的MGF 這個小跑車的形象又要回來 而且這一次呢 它會是種國產的方式 中華汽車 英國的品牌 然後可以國產 這可是我們台灣車團的第一次 對不對 而且它這次來啊 除了是全新的這個國產身份以外 跟之前我們想像中 那個小跑車也都不一樣 它來的是這一台應該確認的是HS 也就是我們大概在七月底會先看到它 它會是定位大概是車長4.5米左右的那台CUV 那它可能會有怎樣 它會有純汽油動力 它也會有PHEV的動力 一來就直接插電視給你 很厲害 而且從國外的數據來說 不管是汽油引擎 或者是PHEV都是200比以上的規格 其實相當 所以他們自己也有說 可能以後的價格會非常地具競爭力 雖然說這個品牌台灣已經稍微淡忘了 但是透過很強的競爭力 會讓大家很快地喚醒你的記憶力跟注意力 因為這一台在英國其實賣很多 其實在歐洲這幾年都賣得非常好 對 好期待喔 很期待對不對 主要是價格啦 主要是價格 價格絕對是關鍵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剛才講完了比較多日系跟國產品牌 以外 歐系車款 我們就用這兩個品牌來做代表 BMW跟賓士 我們先來講BMW 好 其實IXM60這台車大家應該不陌生 早早就要接單囉 對 二月份就已經公佈了預接單的價格 那620萬 619匹馬力 等於一匹馬力一萬塊的概念 但是很快的2022年早就賣完了 不好意思 大家你現在要買 都是二三年之後的事情 對 好 那第二款就是七系列還有XC 這兩個我們在下半年都會看到他 也就是大概在第四季左右的時候 那七系列我們之前在六月底 在台北就已經先搶先看到他 其實我覺得飯的還蠻努力 讓我們把它在國外發表 大概在四月的時候就發表 很快六月底就拉來台灣 而且他們也說其實在到台灣那天 六月二十八我們看到的時候 其實已經借了兩百張訂單 相當的驚人 而且他們這個世代的七系列 就是以後就目前是維持長軸的車型 他不會有短軸 不會有標軸 對 所以他台灣會進735i跟740i 還有一款電動車 i7 i7 xDrive60的車型 他的頂規車型是電動車 i7 沒錯 而且他有雙車的車型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很有老實在是的感覺 大家看到他那個後座很厲害 31吋的螢幕對不對 連門板上都有螢幕 相當的驚人 好 那我們講完了BMW之後 最後又是賓士了 賓士其實都是電動車大軍 雖然說我們現在提到賓士的電動車 第一個人到台中想到什麼 EQC下架了 對 然後EQS 對 EQS 現在目前是EQS 好 那如果你看到的是EQA EQB跟EQE大家一定會覺得很熟悉 沒錯EQA可以就是現在什麼GLA的電動版 EQB就是GLB的電動版 不錯啊 對 那這個EQA它會維持前輪驅動 大概190匹的馬力 那如果是EQB則會是四輪驅動 它大概馬力就會超過了200匹 那不過這兩台車的目前來說 它的數據大概續航率 都可以大概來到420公里左右 給大家參考 最後一台就是EQE 那未來會是用EQE43 4Magic的版本來到台灣 就是它比較高貴的 比較高性能的版本 那它的底盤跟目前的EQS 是同一個底盤 所以它的續航率 甚至會來到超過500公里 所以以這樣子來看起來的話 賓士未來的下半年 應該都會是電動車為主 大概就可以介紹一下 目前下半年的重點新車 好 除了下半年我們看到了 這些品牌有新車亮相之外呢 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台灣品牌 納字傑 聽說也有新動作是嗎 坤仁哥 沒錯 我們其實從去年開始 其實已經斷暫去看到 這個Model C或是鴻海 或是玉翼龍他們準備 納字傑準備要推出電動車 那其實我們看 他這次納字傑在他自己的官方粉絲團 出現了一張就是類似像去年 剛秀出來的Model C這樣的一個照片 那以720的人類登陸月球日 來作為一個 我覺得可能是他的起手式 已經預告了 我這個所謂的中型休旅的電動車 Model C準備要推出來了 那其實我們從今年的4月 其實今年4月玉龍的法說會 他們就有講到 他們確定是在今年的第四季 就會開放電動車的預購 就會開放電動車的預購 那其實在鴻海 他們也在今年的3月的時候 不是10月18號科技日 可以開放預定 對 Model C 對 Model C沒錯 所以今年鴻海他們也預告 10月18號他們的科技日 要預購了 要開放預購了 而且他們很確定是在 一定要在百萬以內 所以很值得期待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既然這部車準備要出來了 我們看一下去年推出來的 一些規格數字 我們可以從這邊 可以稍微來解讀一下 譬如說 他去年推出的功課開 規格數據是性能版本的 他有大概有400匹的馬力 71.4公斤米的扭力 然後0到100大概有3.8秒 性能是非常好 所以這是他性能版 他是採用雙 前後的一個雙馬達驅動 那我在想 如果今年 如果他自己要推出來 當然他不可能只推出一個車型 他一定有好幾個車型 三四個車型這樣子 那入門版一定絕對會壓力 壓大概百萬以內 所以相當值得期待 那這部車其實 我們看它是屬於一個中型的 SUV的一個級距 是不是就是EYX 不是 大家會猜到 不會 因為之前之前有講說 紅海 對不對 納斯捷電動車是MBU的平台 而且經過水也和平調教對不對 但我現在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 是新的紅海的就是紅海的 我是用MBU這個平台來去做打造 我這邊講的負責 絕對不是 對 所以他還是用MIH的 這樣的一個共同平台去做設計 你看他車廠大概4640 4640 所以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 中型SUV的一個級距 然後軸距有2860 將近2米9 所以其實空間是非常的寬敞 那以他 其實我們看現在 其實現在大家對電動車 已經都已經不陌生了 而且電動車會帶給大家的一個 比如說空間非常寬敞 然後速度非常快 我覺得這些電動車的特性 應該都會 遠遠都還是會出現在這個Model C身上 那我覺得比較值得令人期待 就是真的第一個 它的價格 大家如果壓真的壓在百萬以內 你看現在我們的中型這種SUV 也都是在百萬 都是在百萬的機 就大概100萬到120萬之間 所以可以說以它的價格 我確實來講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是 因為百萬以內的電動車 它等於是破盤價 對 已經破盤了 對 但是我想它的性能 應該不會像它所謂的 公布的性能版有400匹 它可能有一個 然後續航里程700公里 700公里 對 700公里 所以應該可能是比較高規 對 那個都應該都是高規的 那你如果以700公里的電池 那大概你看你目前現在看 大概都是70幾kWh小時 是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它的不管是數字 性能 空間 還有配備 當然也是都是納斯姐的一個強項 所以我覺得應該都很值得期待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在 它決定要在百萬以內 那在第四季它開放預購 那納斯姐也有宣布說 他們是明年2023年的上半年會量產 然後2023年的下半年就開始上市 了解了 對 所以從10月18號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就開始預訂了 對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真的手腳要快 你就是先排單 那當然今年下半年 台灣的新車市場 真的非常的精采 除了剛才我們講到的 英國品牌MG 將落地生根要變成國產之外 我們看到像JIP OPPO 也即將要來到台灣 那首款他們即將亮相的車款 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艾佳帶我們看看 大家會很好奇 這個OPPO不是德國車嗎 然後JIP不是美國車 怎麼會搞在一起 有同一個代理商來導入 那事實上呢 因為這間這個 目前這個代理商叫做O級汽車 所以大家會猜測 而且其實在國外 這品牌其實是同集團 是同集團 那本身呢 它這個也有所謂的底盤 共用的一些機制 然後去各自表述 不同的外觀跟內裝的車輛設計 所以啊 如果這間公司在台灣叫做O級 表示這兩個品牌就會有了 歐寶跟吉普嘛 所以才會叫O級汽車 那當然以JIP來說呢 還有的等啊 在台灣目前最受歡迎的 就是這個藍哥 是的 也就稱為木馬人的 這樣的一個車型 在台灣水貨商賣得非常好的 要價都要高達三百萬以上 甚至它有那時候後面這一塊啊 是那個皮卡車型的 這車角鬥士 哇 那個真的是性能相當強悍 價格非常的高昂 那當然呢 Grand Cherokee其實以前 也在台灣販售過 Grand Cherokee以前也在台灣販售過 但是Grand Cherokee 是走比較高級豪華路線 因為如果說要講運動休旅車 Cherokee 沒有Grand Cherokee 可以說是這個開創的先鋒 那其實我們以前節目中也介紹過 這個什麼 來過我們攝影棚 Regan Cherokee 它是這個所謂的叛徒啊 它名字就叫叛徒 事實上呢 它是跟菲亞特 合作的一個小型的跨界的 這種休旅車 那它長得像越野車 並沒有太多的越野的功能 那事實上以後未來 它會將台灣會導入什麼樣的車型 我想這個還有等等 首先我們 我們先來看啊 比較快的是歐寶的這個車型 因為這個公司事實上 在台灣已經正式的開始運作了 那他們現在等車子要到達台灣之後 開始銷售 預計呢 今年說要跟大家見面 但是可能沒有車可以賣給消費者 叫做明年車子才會來 那台灣消費者對於歐寶這個品牌 絕對是不抹捨 而且像譬如說什麼 COSA、ASTRA 早先老一輩的 還有這OMEGA等等 那其實很早以前導入這個七人座的MPV 第三排座椅可以收折 平貼的這個RAFERA 在台灣也是非常受到歡迎的 因為其實 大家對於歐寶這個品牌 大概只會覺得說 它是這個國產汽車進口 國產汽車這個製造 台灣有曾經國產過一陣子 那後來就變芋榮在操作 芋榮也不進口車 也不賣車 就等於這個車就謝謝再聯絡 其實最早期還有在這個 歐寶其實屬於台灣通用 通用汽車 在進口 在台灣銷售 那因為當時我就在這個 台灣通用服務 是這個代理商的一個角度 所以我大概比較清楚知道 它整個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麼未來台灣 大家會覺得說是不是導入COSA 是不是導入ACO 都不是首坡的清單裡面 首坡它會以這個MOKA 就修旅車啦 跟這個Grand Lab 對 是應該要這樣 來去做市場的一個先鋒 那因為這種所謂的修旅車 以及跨界修旅車來說 事實上是受到市場歡迎度比較高的 但是你要以異君之之 打入這種所謂正經的修旅車市場 其實並不容易 當然 你預期要銷售多少數量 你的競爭是有列為誰 我們舉以這個Grand Lab來說好了 它基本上其實是跟3008 算是同一個平台架構的 3008在台灣銷售算是不錯 其實也是有一點點 一車難求的狀況 但是整體數量其實並不多 就是說你要進行一個品牌 如果你要這麼多的產品線 然後你要打進這樣的一個修旅車市場 你的價格帶落在什麼地方 你的消費者是哪一個成績 你等於你是不是等同於跟 PSA集團去share 3008的一個 這個市占率 你能不能夠搶到現在買Rawful的 買Kuga的 或是買CRV的消費者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值得 經營團隊策略來去思考的 那至於這種說 猜測說要導入這個四門Sedano 這個我想在台灣市場應該也是 謝謝在聯絡啦 也許先觀望 它先進來之後 就是OPPO先進來之後 何必浪費錢進來這種車型 真的是 那這搬石頭砸自己腳 就不想做的意思嗎 是嗎 那當然在Astra Sport的這個 它有旅行車款 我覺得這個車就很有吸引力了 因為它的車格是屬於中型的這種 這種等中型房車這個級距 然後又是屬於運動化的旅行車 其實現在市場上面 這樣的車型是相當的受到 歡迎以及青睞的 那當然它也有最新世代的一些科技 我覺得 這車型是蠻有競爭的 因為其實早期的Astra 在台灣也有做 國產的一個生產 那事實上Astra在早期 就有生產所謂的三門 仙背 五門仙背 四門Sedan以及旅行車款 所以它現在以Astra來說 你看它做五門仙背車 在市場上面其實是受到歡迎的 因為你看 福特的Focus是屬於這個級距的 對 對不對 那Toyota的這個Cara Sport 是這個級距的 那這樣子一個級距範疇之下呢 這樣進口車型是新的品牌 又有新的科技 我覺得蠻有吸引力 包含旅行車款 你就不要再去想說 做什麼四門Sedan 那真的是 不容易啦 對 Akosa這個車型 如果要台灣發展 你就想想你的對手 大概就是Suzuki的SWIFT 那個等級吧 大小我們先不管 你先想想看 你的車在那個價格帶 有沒有競爭力 能夠吸引那樣的消費者 有沒有辦法到那樣的價格帶 對 有沒有辦法吸引那樣的消費者 OK 如果你沒辦法 那恐怕就會像奧迪的這個 A1一樣的下場 最後做了個大促銷 然後折價很多 最後現在連車都不要坐了 你沒辦法繼續生存下去 這個是我覺得未來 雖然台灣市場上面 會有新的品牌導入 會有非常多元化的車種 來到台灣 對於消費者來說 是一件好事 但是對於品牌 經營面上面來講 我覺得也需要傷一些些腦筋 接下來看到了這台新車 台灣的新程車民們 可能無緣見到了 所謂的暴力聲勢 聽說要做這個限量的特試車 但是它的數量 竟然比超大還稀有喔 對 它限量二十三台 而且只有美國在賣 二十三台 對 所以其實 因為我們這兩年 因為我們這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連車子都交不出來 對 那所以很多東西 你就會被炒作成物以稀為貴 所以這一部車子 這個你在台灣 可能覺得不可思議 RS7這個Sportback 雖然真的還蠻帥的 你看它是一種 Forto Coupe的形式對不對 但是其實奧迪在台灣 沒有那麼吸引人 但是在美國其實市場是不錯的 但是這一台車你知道嗎 它本來就有RS7的Sportback 它原本的價格是 大概十一萬多 十一萬八千五美金 但是它這一次出了一個 exclusive的特試車 竟然要十六萬五千四百美金 也就是說比標準版貴了 四萬六千九 大概台幣貴了一百三十六萬 貴一百三十六 貴在哪 對啊 你這個你看 看不出來對不對 對啊 貴在哪 它雖然動力是很不錯 但是本來十一萬多就有的 它本來就是四點零雙 V8雙渦輪增壓 動力很棒 581匹馬力 本來就是很棒的車對不對 但是它只有多了一個特殊的東西 叫做曼巴珍珠黑 就是車色而已嗎 曼巴珍珠黑 你厲害了吧 就是這個車 但是這個車色很特別 就是它的陽光底下 你看起來好像是黑 可是它會泛起藍色的光芒 這麼厲害 對 所以就是很特別 可能這個七色本身也是很難做 成本也比較貴 很特別 對 所以你在美國這種市場 當然美國你也知道這種資本主義 就是有很特殊的商品 又是限量二十三台 它就可以 就是顏色不一樣 當然啦 可能那個什麼卡鉗啊 也是特殊的藍色 對 然後內裝也特別的什麼縫線啊 反正我就是給你限量二十三台 一台車子性能一樣 只有顏色不一樣 特殊的東西稍微不一樣 就可以貴台幣一百三幾萬 然後還搶翻 對 真的 就二十三台而已 好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可愛之處 好 贊同 了解 好 謝謝羅哥的分享 意思就是現在如果車廠 真的想要把車賣好 大概用限量的這個手段 好像似乎還蠻可行的 不過台灣的消費者 如果你要是買不到這款 那個奧迪的R7限量版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近兩年呢 真的非常風光的現代 他們要推出性能車 而且還是電動性能車 好 現在講到電動車 大家腦海中一定要記得的 這個品牌就是韓國的現代品牌 對不對 真的很厲害 在台灣的目前市場中 不管是他們家的Ioniq 5 或者是通集團的KIA EV6 都賣得不錯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到底我們現在介紹這兩台車 有什麼關係 到底是來源是什麼 其實前不久 現在他們有一個N-Day 就是我們的高性能日發表了很多 不管是油車的高性能 或是電車的高性能 既然他們現在電車發展那麼好 我們就來講電車的高性能吧 好 第一台RN221 這台車照片看 其實我相信實車看 應該也很帥 超帥啊 而且剛才羅哥講 那個R17屁股很帥什麼 不覺得這個也很像 而且你看看後面好殺啊 車尾超殺的 好 這台車其實是什麼 就是Ioniq 6 之前三星發表過的Ioniq 6的 高性能賽道版 了解 所以你剛才那個關於說的 很帥的後老流 大尾翼 前面的下老流什麼 看連後製性都變得這麼小 這個因為它的賽車的性能身分 而且它為了讓它整個變輕量 它車上很多的板件都換成 3D列印的版本 然後讓它變輕量 那當然除了輕量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性能輸出 前後的雙馬達 馬力是到達570匹 其實是很誇張的 然後再加上它整個很棒的底盤設定 不過這個目前都還是處於概念車的身分 那因為它的底盤就是Ioniq 6 也就是Ioniq 5的那個1的底盤 電動車的底盤 所以它也可以支援800V的充電規格 所以它也是可以從18分鐘 從10%充到80%的電力 所以跑得快也衝得快 沒錯 好 那我們講完這台之後呢 其實我說真的 這兩台車叫我選 我會選這一台 蛤 我喜歡這一台 我想那剛好我們一人擁護一台 女生就是喜歡比較圓潤一點 好 為什麼我覺得這台很帥 是這台你從正面看 有沒有以前那種70 80年代 美式肌肉車的感覺 有一點像稻騎的車 稻騎的車 而且好 這個是正面 你來看側面 另外一個車 你有沒有覺得它很像什麼車 我覺得有很像未來概念車的感覺 還有一個奧迪的Quattro 有沒有那種當時那個很經典的代表作 方方正正 好 這個車名叫做什麼 N Vision 74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好複雜的名字 N當然是他們現在的高級的性能版本 74其實我們可以回溯到1974年 當時現在的應該說是奠定他們招牌之作的 叫做Pony那台雙門跑車 那是1974年 有沒有發現1974年 而且它還不是向Pony致敬 它是向當時發表Pony的前身 Pony一台Coupé Concept Pony的概念車所致敬的 那Pony那台概念車是這個現代品牌 所打造的品牌史上第一台概念車 了解 就這台概念車 所以他們說Ioni 5不是也是跟Pony嗎 對 可是它那個時候延伸出 它是實量產的那個版本對不對 它這個是向當時Pony的概念車來致敬 所以你會發現 現代版概念車 對 可以這麼講 所以它會是用雙門的設定 然後它又用的是比較俐落的線條 而且你們發現 Ioni 5出現這個像素頭燈 Pixel的元素 又出現了 而且這個車很誇張的是 它也是電動 但是它是雙電動 它有標準的電池 電動馬達 它有一個氫燃料電池 雙電動驅動了雙後驅馬達版本 它不就變噴射機了 670匹馬力 好 講完這兩台車之後 大家可能覺得跟我們沒有關係 讓大家提一提 最後一個好消息 Ioni 5它可能會明年推出一個N版 就是Ioni 5的高性能版 剛才羅哥說 RST 570匹馬力左右 對 那台N版很有可能585匹馬力 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 好 那不只是在四輪的部分 兩輪的部分也有承認的選擇 我們看到Honda將與無印良品合作 推出電動版的兩輪的自行車 那台灣有機會可以買到嗎 羅哥 其實這種車子在大陸很多 這個就是以前叫做電瓶車 電瓶車 對 因為他們在小區 他們隨便一個小區都超大的 就是以前是騎腳踏車 對 現在就是用電瓶 其實大陸非常的強大 這個工業 那當然它現在這種電瓶車 而且其實這種電瓶車很容易被偷 對 一拎就可以走了 對 一拎現在走 那OK 我們先不要管那個 無印良品跟Honda合作的 這個車子叫做素MS01 素就是很樸素的素 在中國發表 台灣搞不好也有機會 我們這次好好來看一下這部車 你看它的外觀就是 真的是非常無印良品 就是非常樸素 但是完全實用 而且它的這個動力 它大概也可以 時速可以到達25公里 續航力可以大概走65公里 所以你衝一次電 大概一個禮拜多 如果因為你只是這個小小的代步 對 它的馬達也不大 400瓦 好 那它用的是48伏 然後20安培小時的三元 鋰電池 所以它成本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做法 它的這個整體的設計 跟你就是說 你可以沒有牌 你就可以用 那其實很多朋友 譬如說很多那種兩輪的 或什麼很多這種滑板車 其實很多人自己 都有管道弄進來 那真的你要弄這個車子進來的話 這個車其實算是電動輔助腳踏車 對 是 輔助腳踏車 就是自行車 目前就是說電動輔助自行車 雖然台灣有法載管 但是目前沒有人遵守 就是你有踏板的 你在路上騎 基本上就像羅哥所說 那個不用掛牌 那可以在路上騎 還是說只能在公園 或者是什麼 路上騎可以 自行車本來就可以騎自行車道 那我是自行車加上電動輔助 但是如果沒踏板 像移工騎那一種有沒有 沒踏板的那一種就不行 那一種你就必須要去買一個 不是買一個 你政府有發那個牌照 為什麼我會講買一個 因為你如果去網拍上面 你就可以買到 長得跟政府發給你 那個電動自行車免掛牌的 那個牌子 是一模一樣的那個牌照 所以也就是說你在路上 我真的認真觀察過 你完全沒有辦法辨別 那個車是合法的 電動自行車牌照 或者是仿冒的電動自行車牌照 因為它連那個 雷射標籤都有你知道嗎 它連那個雷射標籤都有 所以其實有的立法書要去管理 就兩年內要把這些車子 通通列管 通通列管 所以未然是移工騎的 那一些改裝的那種 自行車 電動車 那時速高達140公里的 那種電動車 可以到140 太誇張了 非常非常快 也造成非常多的社會問題 那可能台北市我們可能很少看到 可是你如果到 陶竹苗 新莊五谷 那個晚上那種外勞的那種 就是移工的那些飲食店 你會發現外面滿滿整排 移工的那些電動車 但現在這樣子改裝 不是違法嗎 違法 違法 你看其實這個地方就是 這就是靠外勞在改裝的這種電 移工在改裝的那種電動車 甚至他們也在晚上在那個 馬路上面尬零四你知道嗎 也是要碰的 真的假的 而且那車真的非常非常快 但是像這種 我們以前現在看過影片 現在就是影片上面 就是那個電動自行車 那個雷射標籤 有 有 有看到 那你看他那移工 摔了一跤之後 連頭皮都被地板磨掉了 那像現在這個媽媽在騎的 買賽車 就是屬於電動輔助車的部分 那有踏板跟雷尾踏板 是唯一目前台灣管制的一個 這個在電動自行車車牌上面 後面那個反光標 雷射標籤區隔的一個方式